哈喽大家好 我是刘姐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我有这么一大盆多肉 现在它的颜值特别的高 因为我在外边路养一个月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看 就是这大盆多肉 想必看到刘姐视频的朋友们 大多数都应该认识这个多肉吧 它的名字叫冰梅 这大盆冰梅是颜值较高的多肉 虽然是朴珀 但是它的颜值特别的高 我这大盆冰梅是属于毒科 这个冰梅特别容易群生 是去年春天来的 冰梅它是一种自在香味的多肉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非常的好闻 咱们要想养好这冰梅 首先要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要给它一个良好的通风环境 第二要有充足的阳光给它照射 除了夏天以外 夏天咱们千万不能曝晒 其他的春秋冬三个季节 都可以全日照 再有咱们浇水这块 我一般都是15天20天 给它浇一次水 浇都浇透 不要说总是天天的 接着给浇点 明天给浇点的 一定要浇水给它拉长距离 再给它配置土这块 我用的是70%的颗粒土 在网上买点制食 还有麦粉食 还有我家里边 弄的是鸡蛋皮给它碾碎 还有粗沙 就是河里边挖的粗沙 再有给它配置点腐叶土 就是这样给它配置的 如果泥碳土太多 它都不容易出状态 咱们要想把它控养成 美若天仙的那种状态 就一定要再配土这块 要注意 少用泥碳土 70%颗粒土 我是这么给的用用 看看我这大盆 冰梅是不是非常漂亮 粉嫩粉嫩的 这种清淡的颜色 我多少颜色 是我最喜欢的 最后还有一个 关键的一个条件 就是温差 所以呢 这个冰梅呢 达到这五个条件 它的状态就会 出的美美的 非常的漂亮好看 有好多花友 为什么说养不出 那么漂亮的状态 主要是因为 还是有点不狠心吧 恐怕这些多肉受冻 其实这个多肉呢 夜间只要是 零上了 不是零下 就完全可以格外的 露养了 只有在这个大温差的情况下 它的上颜色是更快的 所以这个温差 这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好了 如何养好冰梅 刘姐就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看